油尖旺區有不少舊式流宇 區內的少數族裔亦眾多 為了有效傳遞防火訊息 油尖旺民政署及消防署 就聯同油尖旺區防火委員會 找了青少年幫忙宣揚這個意識 青少年就是社會未來的動良 所以他們就會透過訓練 教他們怎樣幫忙傳遞正確的防火訊息 例如是在家安裝家 居火警偵測器 以及放置滅火筒或滅火箭 提醒舊式大廈要保持樓梯暢通無阻 不要擺放熱言物品 還可以鼓勵少數族裔 在節日用電子蠟燭代替 傳統油燈又或是蠟燭 不得不提今年的頭炮活動 就是青少年中式步操及升旗訓練 主辦機構在區內中學 照務了32位中學生參與這個活動 當中更有10位是少數族裔的學生 為何你們一開始會有參加這個活動的想法 輸出帳簿 展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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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羨慕 所以我希望參加 今次的步操是由消防員來帶領 我也很想在這次步操的訓練中 接受一些來自紀律部隊的專業知識 這個活動令你有什麼影響呢? 改變了你什麼呢? 他們都是來自不同種族的同學 讓我體會到不同國家的同學 都是可以相處的很融合 今天在參加這個活動 有沒有特別誰想多謝呢? 肯定是想多謝我們的主辦機構 分別是油尖旺民政事務署 還有我們的香港消防署 還有我們的油尖旺區防火委員會 很感謝他們可以舉辦到這個活動 讓我們參加 當然, 我想感謝我們的教員 誰選擇了我們 為我們參加這個訓練 以及所有訓練 今次的中式步操及星期訓練 是由消防署派出移像隊教官 作為參加者的導師 為學員提供合共百節的訓練 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活動的構思? 其實我們油尖旺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是比較多火警 而且油尖旺是最多 少數族裔居住的一區 我們在做這個防火宣傳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在想 怎樣可以用一些創新的方法 或者又怎樣把訓息傳達到 給他包括少數族裔的朋友 正在構思的時候 消防署也在成立 一個消防及救護的青年團 我們一拍即合 希望由他們去幫忙 把這個消防防火的訓息傳出去 你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最終達成一個怎樣的目標? 最重要是我們先做防火 這個信息希望透過青少年 這個青年團去帶給大家 希望大家各位青少年 無論是華裔還是非華裔 他們透過這個活動 可以多些團隊精神培養到 終於來到中式部 粗及升旗訓練結業禮的時候 我們一齊看看 這群年輕人努力訓練的成果 你今天看到這個活動的一群年輕人 覺得他們的表現如何? 其實只是受了八堂的中式部粗訓練 剛才在星期裏面的表現 我覺得他們超水準表現得非常好 今天這個活動可以怎樣 對年輕人帶來正面的影響? 會令到青少年有一個正面的思維 國民教育 一些外國的課程 除此之外我們還會教他們 一些應急 一些簡單的滅火的技巧 那保安局日後 還有沒有什麼是深化青少年發展的工作? 各個的青少年制服團隊裡面 挑選了一些比較資深 和真的有領導才能展現出來的學員 組成一個青年制服團隊的領袖團 希望讓他們更加認識社會 和面向世界 你們接下來有什麼新的發展動向? 我們遊蕭旺區防火委員會 在今年設立了三個工作小組 青年工作小組主要是推行 青年防火宣傳教育相關的活動 我們也會組織籌辦 青少年大灣區交流團 第二個工作小組就是 防火宣傳教育工作小組 主要是推行全港性的 防火宣傳教育相關的工作 第三個工作小組就是社區防火工作小組 主要負責推行社區參與防火活動 包括有首次舉辦跨部門排檔的火警演習 還有我們也會在工地進行防火活動宣傳 這些活動可以培養青少年對社會有承擔 以及具有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 還可以教他們怎樣向舊樓住戶和小數族裔 宣傳正確的防火觀念 真是非常有意義 將會在工地上 日系列 介乎